盘点平次表白失败了几次 众所周知 新兰平和时初然的两大感性主线 而新一平次他们两人也是同病相连 一个关键时刻要消到其一个突发意外 到现在的还没有哪一个表白成功 接下来就是一波平次表白失败极景 一 因为没有听到 出自独以换的设计 谁能想到第一次的让白GS和夜线下手 他都已经组织勇气大声的吼出了 结果平次却跑到一边 听客蓝八卦去了 好不容易勇敢一次 这下是彻底的关上了和夜的表白大门 接下来就只有平次自己去挽救吧 二 表白了又当没说 出自客蓝与平次恋爱的信号 平次参见和夜被陌生男人骚扰 气愤的他直接过去护住和夜 还对男人大声吼道 你要对我的和夜做什么 和夜也是一下就脸红了起来 事后还问到平次那句话什么意思 挨面子的平次则表示 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 开样子面子对平次来说比表白还重要 三 被僵尸群演打断 出自被僵尸包围的别墅 平次本是想借助影片的任意地来给和夜照白 结果遇到了柯兰那就可想而知后续了 再解决了一系列案件后再次准备照白 话都已经说出了一半 结果突如其来的吼叫声打断了他的照白 暧昧的氛围一下就被破坏 平次也只有将照白的话顺势说成了 把你的裙子压好别让泪出嘴光了 四 被自卫队打断 出自柯兰和平次的夜传说 这一次平次又是找到了一个风景绝美的表白圣地 微波淋漓的湖面泛着金色的光芒 两人四目相对已经做好了告白的准备 正当暧昧的氛围恰到好处之时 突然一群自卫队员从直升机上跳落到他们身边 说是要来这里抓也便将他们驱赶出了这里 氛围一下就没了 五 因案件而打断 在波罗咖啡馆的解谜中 平次其实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功夫对和夜表白 本来是在和夜来东京关上彩灯 结果在咖啡馆里发生了案件 告白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之后在恋爱和特里得见到大会中 六 将记得认成和夜 出自记得vs高明 这一次的遭遇可谓是平次最不想提起的事情 告白心气的他竟然连记得假扮的和夜都没看出来 拿起对方的手就逼东起来 面前的记得也是吓得不敢之声 要不是新娘两人及时赶到 平次的出文怕是要交给记得了 七 被红叶从中阻挠 出自大张红叶的挑战书 自从在谈红的链歌中有遇到大张红叶热忍 平和的表白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红叶时不时就会重重做整阻碍他们两人 这一次的平和两人同样站在了绝佳的位置 平次脱口而出表白的话语 哪想到全身只是被一旁的特兰姐听到 何夜早被红叶喊过去拍照了